贺锦丽五号抵达皮茨堡 这回不是造势 要和顾问制定战略磨练 攻捷技巧做特训 要立平成为十号在费城 和川普首场辩论的赢家 那对手呢 凡斯对川普辩论有信心 但先前两党才就辩论 麦克风静音炒翻 负责辩论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日前公布九十分钟的辩论规则 采币门模式棚内 不会有观众轮到发言的一方 麦克风才会开防插嘴闹剧 专家表示这场辩论 对气势阵望的贺锦丽是考验 专家还指出辩论会表现好坏 也可能有意外 二零一六年希拉蕊川普对决三次 都被视为是胜利者 但最后赢得选战的是川普 川赫两人耿积极打经济牌 贺锦丽主张低收和中产阶级减税 扩大育额抵税 立法进哄抬物价 川普的政策则有利企业 涵服于家庭还要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 而这个单位可是要让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领军 马斯克也在X平台上写到 若有机会我期待为美国服务 不求回报头险 喊不需要认可 而贺锦丽也端出富人税 将对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群体 征收百分之二十八的资本利得税 远低于拜登提出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的税率 选战越打越火热 曾神预测九届总统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 利奇曼断言这一位会入主白宫 准不准让我们静待十一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 华新闻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